大家好 我是小安 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每天为您分享养生知识 为您的健康添砖加瓦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69男子排夜尿去世 医生告诫老年人 夜尿一定注意三件事上了年纪之后 我们会发现身体素质呈下降趋势 出现很多疾病问题 对日常生活也产生诸多影响 这样一则报道引发了广大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一名69岁的男子由于身体排便尿不幸离世 这让广大网友们十分惊讶 疑惑为何只是在夜间上厕所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69岁的王大爷睡眠质量极为不佳 特别是在夜间 常常会出现频繁起夜尿尿的问题 这一次就像往常一样 夜里有了尿意便立刻起身前往卫生间 但王大爷在上完厕所之后 突然感觉身体十分不适 出现心跳加速等问题 最终由于病情太过突然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医生针对王大爷的病症问题特别指出 老年人在起夜时一定要注意多重细节 以免产生健康隐患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不可忽视的健康习惯吧 晚上起夜究竟什么原因说到起夜 相信好多朋友并不陌生 面对半夜起夜的问题 让好多朋友苦不堪言 不仅严重影响睡眠健康 同时还会造成失眠与入睡困难等问题 但你知道晚上起夜究竟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吗? 其实主要还是与以下几大点有关联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 好多朋友出现的企业问题或是与情绪有关联 我们在生活中 当睡前情绪过于波动 处于极为兴奋、生气 又或是十分狠苦的状态下时 半夜出现起夜因情绪的波动会造成大脑神经的紧张 影响身体出现睡眠困难 所以会造成肌体内部处于紊乱状态 饮食一直是人体多种疾病问题产生的重要诱因之一 所以在睡前摄入较多食物或水分后会造成肠胃消化蠕动减慢 产生系列负担 对部分患者朋友而言 还会出现极为强烈的腹痛、腹胀等情况 所以这也就引起半夜出现频繁企业上厕所的问题 当然对饮食过于辛辣、油腻等食物还会进一步加重病情 所以在睡前注意好饮食健康至关重要 我们除了日常生活、心理健康因素的影响外 疾病也会在不同程度造成企业问题 对好多肾脏异常或患有糖尿病等病症的患者 会受其病情的干扰、出现频繁多尿等问题 特别是对糖尿病患者而言 身体血糖的不断波动 会影响肾小球的运作 对身体血糖的平稳控制工作也是不可忽视 最后 对部分男性朋友而言 随着身体年龄的增长 前列腺的健康成为了一大痛点 当男性前列腺出现前列腺增生或绑光炎等情况时 会造成排尿过程的困难 出现尿不进、尿疾等问题 因此 找出具体的频繁企业的原因 才是避免问题出现企业的重点 要注意 在了解企业的具体原因之后 我们还需进一步了解 在夜晚企业上厕所时应注意的相关事项 中老年朋友在半夜企业时 由于不正确的运作方式对机体产生剧烈影响 就会造成血压的突然波动 同时对身体血管健康、心脏健康等 都会产生一系列危险隐患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 做好防护工作 企业动作对中老年人 医生指出其在进行企业过程中 对自身动作需格外留意 好多老年朋友 尿液一进来就会十分急迫 想要尽快前往厕所进行排解 因此在行动上也会更加迅速 而突然的剧烈对身体会造成极大刺激 造成血压、血糖的突然波动 特别是对心脏相对较弱的老年朋友而言 剧烈的突然动作还会引发脑部血液的迅速加速 出现晕厥或脑梗 其他影响健康的风险 其次 在夜晚中房间相对昏暗难以弥补 如行动较为迅速时出现磕碰滑道问题 而老年朋友 自身骨折相对较弱 存在骨骼的问题 当出现不慎摔倒时会危害腿脚关节健康 出现骨折骨裂的 所以在半夜起夜时一定要注意动作的缓慢有序 切勿突然剧烈行动引发系列副作用 注意保暖对北方的老年朋友而言 冬季外界温度会相对较低 室内也会受其影响 而老年人身体自身免疫力抵抗力相对较弱 对耐寒以及体温调节能力进一步减弱 半夜起夜时突然离开温暖的被褥 就会受到寒冷气温的影响 温差对皮肤表面产生极大刺激 进而影响身体血液 所以在起床过程要关注行动外 及时地穿戴衣服 做好保暖工作也十分重要 三浸喝凉水在半夜起夜后 好多老年朋友除了上厕所外喝水的习惯 还会直接引入凉水进行 这对老年朋友的肠胃 会产生极大的刺激和负担 通常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相对较弱 我们在夜间突然饮用凉水 会进一步引发肠胃静磷 出现腹痛、腹泻、腹胀等情况 同时在夜间摄入水分还会进一步损害肾脏静脉物 对肾脏运转功能产生极大阻碍 如何避免企业情况 在了解了企业的危害和相关注意事项之后 我们在生活中如何避免企业更好地保证睡眠健康呢? 其实这就需在睡前做好相关预防工作 避免身体摄入较多水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在睡前应做到合理喝水 好多朋友在睡前未避免口渴等情况 常常会摄入较多水分 以此来对身体进行一个及时的补充和储存 摄入较多水分会成为身体代谢负担 阻碍身体肠胃蠕动 出现腹胀、恶心等情况 特别是对部分老年朋友 有喝茶水习惯 对水分的摄入量也会进一步加大 我们应及时改正饮水习惯 做到适量即可 不然会引发水肿、湿气等问题 正确时间睡觉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身处于生活压力之下 不得不熬夜加班或学习 致使睡觉时间一拖再拖 难以保证睡眠时长 合理地规避企业问题 养成健康的睡眠习惯 需要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及时进行睡觉 同时也要保证健康的睡眠时间 通常建议 正常睡觉时间为7-9个小时 最好选择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进行就寝 这样可更好的帮助身体进入睡眠状态 同时也可更好的促进身体进行修复和修养工作 若是有高血压、前列腺疾病 起夜小便时要预防跌倒 尽量坐在马桶上 起身时抓住身边的扶手 同时留好小夜灯 方便自己走路 排尿时别着急 不要用力挤压腹部 会影响腹腔内压力 导致血压升高 产后女性若是排尿太过用力 还有可能出现尿失禁、漏尿的习惯 加重排尿困难的情况 慢性病患者也要注意 排尿时消耗的血液和氧气增多 心脏负担增加 可能会导致心脏骤停晕倒 注意看尿液的颜色 是否有很多泡沫 如果小便是酱油色、深黄色、深红色 可能是严重肾病 如果尿液中的泡沫绵密不散 可能是尿蛋白增多了 建议检查肾功能 液尿频繁的人要适当锻炼膀 练习憋尿 看看自己是否能憋住 如果有憋不住的情况 说明膀胱神经出现问题 定好时间排尿 慢慢拉长间隔时间 不要一有尿就排 要分辨是膀胱真的存满了 还是因为情绪紧张、焦虑了、让大脑误会了 有条件的人可以去针酒 坚持爱酒官员、气海、神雀 有助于改善肾虚、减少夜间排尿次数 腰细酸软、脱发严重、手脚怕冷的人 也可以经常爱酒这三个部位 提醒大家 身体出现异常时不要想当然 不要随便吃补品 中药也不能乱吃 找到原因对症条理才是科学的 平时也可锻炼盆底肌 训练局部肌肉力量 能更好地控制排尿 加大企业可能性减少睡前刺激行为除饮食和睡眠时间极为关键之外 在睡前还应规避相关行为活动 好多年轻的朋友总喜欢在睡前玩手机或看视频 但在睡前进行较为刺激的行为活动时会造成神经处于紧张、兴奋的状态 进而引发失眠 而在睡眠的状态下会使其产生尿液、频繁起液 所以在睡前应保持身心放松 适当选择按摩或听轻音乐的方式来平缓紧张情绪 帮助身体尽快进入睡眠状态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睡眠健康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 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而言 充足的睡眠可进一步消除身体的疲劳 提升自我机体能力素质 加快体内新陈代谢 更好地维持机体稳定 这对延缓衰老 强身健体有极好的功效 但半夜企业问题是好多中老年朋友常会出现的不良问题之一 但却被好多老年朋友所忽视 认为是常见的老年病 但其实 该问题可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有效规避 因此 在生活中 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提升健康的养生防护意识 以此来减少身体不适感 维持机体稳定与健康 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 好了 朋友们 家人们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